关注艾奥科技 获取最新案例 华为发布了最新的旗舰产品 Mate 30和Mate 30 Polo 那么我手上拿的这台是一个大的 当我拿到这个机子以后 我特意的使用了几天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个屏幕了 这样看上去就像是拿着一整块屏幕 因为它没有边框 这边框是没有的 在视觉效果上面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但是它这个屏幕在仔细看边缘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发率 我切到设置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边上 但是你这样侧过来看 它又是正常的 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圆浮屏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角度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但是久了以后慢慢的就会有一点感觉了 像对于我这样有强迫症的人来说 是蛮尴尬的 不过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侧面这个屏幕可以变成虚拟按键 你看它还可以同时操作 这个交互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的功能 依靠3D深感摄像头来识别人脸的方向 做一个屏幕的旋转 比之前那个陀螺仪就更智能了一些 还有就是AI的信息保护功能 当它检测到身后有人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隐藏掉这个信息的内容 还不错 那背后它有4颗可以聘美当反的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我查阅的资料显示是 索尼的底 顺语和欧非光的镜头模组 当然还同时拥有莱卡的认证 当然这个数据我也不能百分百的去确认 手机比相机方便的地方就是随时随地的 可以去拍照或者拍视频 那么我也拿了我自己的相机 索尼的A73 然后我自己的两台手机 一部华为Mate 30 Polo 一台是我改装的这个iPhone 11的Polo Max 就在我们公司边上这个路口 然后我来随手的去拍一点夜景 给他们对比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照相跟视频的表现如何 这是他们在自动模式下的对比样张 这还是之前的 只是我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这个也是自动模式 只是环境的光线会暗一些 细节放大对比 夜景模式三菱默认的是17秒的长曝光 显得会有一些灰 但是我把它手动调成4秒的时候 感觉就来了 好 细节对比 这是全自动模式下的视频对比哈 细节对比 好 测试反抖 我两个手一起拿着 这样看似 入乎 所有素材都是直出的 并非严谨测试 这里仅供大家参考 视频拍摄方面 它增加了一个7680帧的慢动作 在最后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的时候 它需要相机自己去识别画面中的物体运动 才会开始录制 我这边开始试一下 点开始 它是不会动的 当我 这样它就开始 说 勤务推动相机正在保存了 开始记录这个画面 有的时候 我打开的时候 它是检测不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在动 但它还是不动 就是很奇怪 有这么一个小的bug 我重新再来一下 还是不行 可以了 当切到120帧 或者是240帧的时候 它就可以像普通的手机一样 我们点开始 它自己会录制 然后你所有的画面 它都会给你录制进去 40W的快充和4500毫安的电池容量 这个数据是非常的漂亮 它还拥有IP68级的防水功能 那么由于我们在平时维修过程当中 修到进水的机制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非常想了解一下 它在防水性能上做的到底怎么样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就先给它洗个澡 我看一下它这样能不能隔空截屏 不行 不行 它实际不到我 可能是摄像头被这个挡住 不行 能不能谁挡住 不行了 那我们看它吧 等时间走啊 好 这个时间到了啊 那么这个机制呢 我们刚刚从水里拿出来啊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下 它的功能还这么正常 看一下它的声音 上面还有一点水 上面还有一点水 插一下 OK 好 声音是OK的 没问题 然后呢 相机 相机可以 前置肯定是可以 OK 然后看一下WiFi 那WiFi我们已经连着 没问题 刚才从水里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简单的测了几个 常用的功能 也都是没有问题 那证明它这个防水的这个性能呢 还是不错的 因为很少说有人一定要拿到那种 极限的范围说在多少多少水 深 然后去测试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因为生活防水嘛 我们正常使用的话 比如说不小心掉到水里面 或者是下雨天打一点水 这种情况 我感觉它应该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那也就是说 可能在接下来的维修当中 我们接到这个MAT30 泼落进水的这个机制呢 可能就会相对少一些 那也不一定 因为毕竟 看别人是怎么使用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把它拆掉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板我已经拆出来了 我将会从维修的角度来对它的主板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为了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 我将让iPhone 11 Polo来创个场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们两张主板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iPhone就非常的小 只有这么一丁点 华为的会大很多 相对来说它更像是一把武器 对于后期的维修来说 iPhone的座子设计的非常的简洁 都在一起 我们去拆装的是非常方便的 Mate 30 Polo它的座子分的特别的散 你看到处都是 所以在维修上面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麻烦 因为拆装起来复杂一些 其实它们还是有共同点的 它们都采用了一个双层主板的设计 iPhone是采用一整块的主板来做双层贴合 Mate 30 Polo它选择是片屈性的 像我们这边有一小块主板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小座子 这边也有一个座子和电磁扣 这个是尾叉的 来做了一个双层的主板 双层主板的设计 优点是可以节省很多的空间 但是在散热上就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这段时间我是在频繁使用这两款机型的 iPhone 11 Polo在我频繁使用的时候 它确实是比华为的Mate 30 Polo要烫得多 而是因为iPhone的主板它比较小 它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 所以很容易就让我感受到它烫 而Mate 30 Polo的主板它比较大 它的热量可能会上的比较均匀 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在看摔性上面 我觉得iPhone 11 Polo会比Mate 30 Polo会好一些 因为它的主板面积小 你看如果我们摔从这个角落摔 你看这边有这么大的空间 做一个缓冲区 那么从这边摔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缓冲区 包括这边都是一样 那Mate 30 Polo就不一样 因为它的主板比较大 它的整个接触面积也会大一些 就是说你从这一边去摔的话 都有可能性会给它造成一定的震荡 特别是像它这边比较单薄的地方 我们轻轻一掰就比较容易弯 还有下面这一截 这个位置比较严重的就是 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脱汗的感觉 我一按跟着 已经有点崩裂的感觉 但是iPhone由于它两层主板比较厚实 我非常用力的去按压 已经很用力了 它都没有变形的痕迹 30 Polo的摄像头 比11 Polo的要稍微厚一些 那么在整个的包裹性上面 也会比11 Polo的像头会更好一些 11 Polo它采用的是金属 但是30 Polo它更多的是一些塑料 以上的观点是我个人对新机器的猜测 它们的实际表现如何 我想说时间会给你们答案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赞 投币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来到你的这些 criticize 咱们来到你们 س mahdoll 估计